主要是我们要提出土地供应需要土地储备 这是第一件事 还有我们这么多的选项 在一路做下去的时候 我认同他们会面对一些现在未能确定的因素 所以在这方面我基本上是认同的 但是当然我觉得报告来说是多管齐同心协力这个问题 同心协力反而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我们面对的 因为其实这个土地供应专责小组 其实在凝聚共识方面过去一年多 我觉得在这里未有明显的做得到 社会凝聚的共识在这方面未有拉近到 大家都可能各个选项有不同的看法 坚持一些意见 所以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他当然有提过土地供应的问题 但是对于里面提及香港现在人均居住面积 161平方尺这方面不理想 但是他就没有提一个目标 或者建议给政府 比如在未来十年 是我们希望增加到多少呢? 因为这个直接影响我们在未来要提供多少土地的数量的问题 当然另外我们一般发展来说也会考虑地积比例 就是说密度的问题 这方面也没有很详细的交代 当然土地专责工艺小组在这方面未必是他们的考虑范围 往后来说 我觉得是希望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快一些 就是就相关的选项来说 进行详细的报告和研究 那中地方面呢 我觉得政府应该承诺了今年的 但是今天都最后一天了 那就希望他可以在19年 就这个中地的研究报告呢 可以尽早提交出来 因为这个选项方面呢 在这个小组方面都是摆得几前的 那当然在这方面 究竟是我们实在是可以做到多少呢 这个又要期待一个较为详细 和有资料性的报告呢 使我们可以由理性地讨论 那未来来说 希望政府在这方面 除了做的详细研究之外 这个时间表也要出 土地这个工艺小组呢 就他几个选项方面呢 都说了是有短中长期的 但是其实市民最关注呢 反而现在目前有部分 几多人在住一个很不理想的居住环境 包括团房 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想我们不能忽略呢 就是怎样可以是很快地提供更加多的房屋 包括一些过渡性的房屋 好像在过去提出的 可不可以在现有的 这个公屋那里加建呢 在天台 另外就是说可不可以利用一些 就算现在讲过 那个农地方面呢 如果短期内有些适合的 是否可以做一些过渡性的房屋 使到现在居住环境非常恶劣的人呢 可以有这方面的改善呢 这个最主要呢 希望呢社会都不能忽略 麻烦 刚才您提到过渡地做过渡性 那您是希望会有些什么呢 因为过渡性房屋呢 变成了在现在 无论是私人的农地 或者政府的农地呢 我想相信有些都会适合的 因为要改规划 和在各方面的配套方面呢 可能需要时间 但是在利用这些土地 做一些短期的这个措施 包括那些过渡性房屋呢 我相信呢 都是有助改善 然后有些人居住 那个环境非常恶劣的人呢 可以有一些在这方面有改善的 另外讲到营续共识那里 我相信因为那个 讲多管齐下方面呢 在这里有共识 因为可能那个调查呢 每个人都有就自己的 那个选项呢 表达意见 但是这方面呢 如果是多管齐下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接受呢 还是只可以接受A项 又不可以接受B项呢 这样 当然在选项方面呢 就是在调研方面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也都是有报告里面提过 哪些选项呢 较为多人支持 但是也都 我觉得希望小组 因为有这么多专家在这里呢 就他们在这方面呢 专业上 专业上的一些意见 可以给出来 因为很多时候呢 就是在调查的时候 可能是倾向呢 某一个项目 或者当时的环境呢 会影响市民一般的选择的 阿民・中国 accomplshire 谢谢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